今天呢 一个是我们要把 因为做一个萝卜 香菇和排骨的一个混搭 这道菜的主要食材有 青萝卜 香菇和排骨 第一步 将萝卜切条 加入少许盐 腌制十分钟左右 放入开水中 焯制十分钟 同时将香菇去壁 提前泡发两个小时 萝卜去除辛辣味的方法是 可以让炖煮的时间久一些 也可以用盐提前腌制十分钟 最后焯水能起到去除辛辣的效果 第二步 锅中加油 烧热至油逞放射状时 再加入少量凉油 然后放入肉块炒制 待肉炒至变白后 加入葱姜爆锅 随后加入酱油 料酒调味 特别提醒您的是 炒制肉或排骨时容易粘锅 在锅中加入少量油 烧热后再加入少量凉油炒制 可以有效地避免粘锅 另外炒肉时不需要焯水 只需要提前泡制出血水即可 而炖肉时为了喝到更加鲜美的汤 则要提前对肉进行焯水 第三步 加入香菇 泡制香菇的水 蚝油 水 焯好的萝卜 待开锅后炖煮二十分钟 最后加入盐调味 出锅装盘 特别提醒的是 在肉炖煮完成后再加入盐调味 否则会使肉质变老 不易煮至软烂 且最后加盐 不会影响入味的效果 这样我们这道鲜香味美的香菇小排焖萝卜就做好了